那我们真正修十三业 以后能够帮助我们大家 得到这个广常舌相 广常舌相能够使众生得到真实之力 使他以后呢 遇到八十亿的佛菩萨 你想想看 这么多的佛菩萨 都在教他 他进步快不快呢 非常快速 再想想我们现前 我们在澳洲 在图文霸 有多少佛菩萨 如果能够有八个 那福报就大得不得了了 现在是一个都没有看到 这致命我们现在那个福报啊 很小 很小怎么办呢 一定要认真地修 一切法都是为心所献 为实所献 众生把这个身体 误以为是他自己 其实我们这个身体是怎么呢 是阿里的相分 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 是阿里的见分 见分相分都是虚假的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虚假象 全都放下 到极乐世界 我们这个身就变了 变成是法信身 居住的环境 法信徒 身在那边 各个无量寿 无量光 绝对没有生脑病死 不需要饮食 不需要睡眠 也不需要吃什么保健品 保健品呢 要吃对肉 不能够吃错了 吃错了的话呢 对身体反而有害处 我们现在用什么来保健自己身体呢 用清净心 这个好 用平等心 慈悲心 这是最好的保健品 世界人不知道啊 就尽忠来说 怎么要做呢 念阿弥陀佛 所以念阿弥陀佛呢 是最好的保健品了 这无价之宝 这有钱都买不到的 但是知道人呢 太少太少了 于无量事 至心受持 十善法教 所以这个修学啊 的的确确是要长时间的 用功 十善业 身体 不杀生 不偷盗 不淫欲 那么在家人呢 不协盈 口呢 不妄语 不两舌 不恶口 不欺语 一言呢 不谈 不撑 不吃 十善 是根本教 小圣阿罗汉 把十善业一展开 就是三千威仪 大圣菩萨 把十善业展开 就是八万四千细行 因此 我们绝对不能够疏忽了 十善业 菩萨 虽然 修学十善业 比阿罗汉 皮子佛要 圆满 但是呢 没有达到究竟圆满 唯有佛陀呢 才是真正做到 极出 菩萨 自己修 十善业道 非常精进 同时呢 兼化众生 他才把这个十善法呢 到处向大家推广介绍 这是自立地他 能够修在那音 古报就是后面所讲的 得肉鸡 广长舌二相 护四口过 得广长舌相 修前面的音呢 不但能够得到广长舌相 还能够得到呢 肉鸡相 这讲到头顶了 因此我们在现前呢 要散乎口业 不计他过 对别人的过失 闭口不谈 对别人的善法呢 尽量地宣传 赞叹 这样子 无形当中 就叫鼓励对方 修学十善业 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地批评人家 不要随便地 毁谤人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